1947年3月 因为叛徒张连访的出卖 卢之音惨遭国民党反动派逮捕 对于酒精敌震的卢之音而言 他自然知晓敌人的手段 因此他也早就抱有了必死之心 而在被押解到南京 关押于宪兵司令部看守所之后 他遭受了各种酷刑 可是他却依然不惧 当妻子张玉米 张玉米前来探望时 他更是以皮大衣夹带纸条的方式 表达了死质 夹在其中的胜利在望 死而无怨八个字 也成为了他的绝笔 可是之后关于卢之音的消息 也仿佛消失在了世间 对于卢之音的下落 无论是张玉米 还是我党的同志都在寻找 可以只杳无音讯 直到1951年 南京市公安局 抓获了一名名画人宗秉的特务 卢之音的下落 才水落石出 原来在交给张玉米 皮大衣不久 卢之音与其他两位同志 陈子涛 洛和明便被国民党秘密处决 而依据人宗秉 交代的埋事地点 公安部门在雨花台 保龄寺后山坡 也通过挖掘 找到了三具 被装在薄棺材中的遗骸 通过移谷的状态来看 卢之音等三位同志 在棺材里曾经奋力挣扎 也就是说 他们都是被残忍地活埋至死 而接到消息之后 张玉米与儿子卢大荣 来到南京通过衣服 以及牙齿 确认了卢之音的遗骸 之后 包括卢之音移谷在内的三名同志 被穿上军装 隆重安葬 而对于卢之音 毛泽东曾经评价他 红军得以生存 卢之音同志功不可没 那么卢之音背后 又有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呢 铁桶计划 挽救8.6万多红军 卢之音 1905年出生于山东为方 从小深受家风影响 因此他早就立下了报国之志 而在旧学中 目睹的各种混乱不堪后 他也决意弃笔从容 而在航母之间 他结交了诸多党员 受到他们影响 他也意识到 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 于是20岁时 卢之音加入了共产党 成为了一名党员 随后北伐战争爆发 卢之音也参与其中 凭借着勇猛作战的风格 赢得了官员的青睐 然而 1927年 蒋介石发动了412事变 国共合作破裂 无数的党员惨遭屠戮杀害 而卢之音也在开始士兵运动时 惨遭逮捕 幸而一名地下党员搭救 才得以幸免于难 这位地下党员 也正是卢之音后来的妻子张玉明 而在之后 卢之音转投北京 上海等多地从事地下工作 直接接受周恩来领导 1931年918事变后 他又被派往西安奉命争取杨虎城将军 后又调往南京 上海等地 1934年 卢之音被派往江西德安 在莫雄手下担任参谋长 而莫雄作为同盟会会员 粤军早期将领 对于蒋介石破坏国共两党合作的行为 事实上很是不满 但在卢之音的劝说下 莫雄还是修复了与蒋介石的关系 而莫雄也在1934年被蒋介石委认为 江西第四区缴供保安司令 此间 莫雄对于卢之音可谓是信任有加 权权相托 而卢之音则为莫雄联合了游击队 制造了缴供的成绩 十年的十月 蒋介石在庐山召开的会议上 又一次为筹划围剿 也就是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红军谋划 而莫雄作为此前的有工之将 也被邀请参加 在会议上蒋介石采纳了 德国军事顾问冯赛克特等 提出的铁筒计划 计划决定对瑞金为中心的苏区中心 形成铁筒式严密包围 禁绝其中的交通 人员出入 物资来源 这样的措施一旦实施 危害可想而知 可是 蒋介石千算万算 却没有料到他特邀的莫雄 成为盘活的一手好棋 而在莫雄带着会议中的 绝密文件赶回后 卢志英等人立即将铁筒计划 密写于学生字典之上 并连夜兼程地送往南昌秘密联络点 交由周恩来手中 而在周恩来收到消息 得知蒋介石作战安排后 党中央综合考量 随即做出了主力突出重围 战略转移的决定 也就是长征 卢志英的这一举动 可以说挽救了局面 而蒋介石煞费苦心的铁筒 却也成为了破筒 彻底扑了空 巧妙驻红军过贵州 为战友痛失骨肉 宁死不屈 壮烈牺牲 而在红军主力 开始长征之后 卢志英又作为军事特派员 被派往贵州 与此同时 莫雄也被调为贵州避捷 蒋介石命令他剿灭 留在哪里的红军伤员 而对于蒋介石的筹谋 卢志英自然不会让他得逞 当时国军六十三师师长 陈光中是一个好色诚信之徒 卢志英抓住这一点 对他失以酒色 并利用他惧怕红军的心理 成功地将避捷的国民党势力 下出了城 这也让贺龙 萧克带领的红二 红六军团安全通过避捷 1936年 在跟随长征途中 卢志英 张玉民夫妻 还积极为前西南少数民族的 头人治疗恶疮 然而 就在转移时 为了保护战友不暴露 他们将三个月大的儿子 挂在另一方向上 战友得救 他们的孩子却失去了 而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 卢志英又一次投身敌后 这一次 他主要负责江浙地区武装和情报获取 在上海靠着出色的社交能力 卢志英以经商的名义 结交了日军驻吴松海军司令保导 不仅或劈开设面包厂 药厂 制造厂等 他还以此为契机搜集日军的各种情报 期间 他出色地为新四军提供了军需物资和各种情报 而在日本投降后 他更是公开了共产党员的身份 让保导向我军投降 交付了所藏武器和军用物资 然而与此同时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 国共之间的内战一触即发 国民党反动派也在疯狂地搜捕我党人士 而此时面对艰难的环境 卢志英为了能够更好地为我军提供物资情报 选择留在了上海 可是张连访的叛变却让卢志英陨落 张连访是卢志英安插在军统的手下 可是他却沉免于酒色之中 最终出卖了卢志英在内的一众人等 而卢志英的落网也让蒋介石高兴至极 亲自劝降 可是卢志英面对高官后路嗤之以鼻 就这样卢志英被转移至南京 经受严刑拷打 就这样有了偏手的一幕 面对妻子张玉明的探望 他自知已经难逃 更是抱有了必死之心 写下了夹在皮大衣中的胜利在望 死而无怨八字绝笔 随后 1948年12月27日深夜 壮烈牺牲 享年43岁 作为一名优秀的地下工作者 卢志英潜伏敌英二十余年 搜集了大量的情报 立下了赫赫功勋 挽救八万多红军 补给了新四军 但最后 他却倒在了黎明的前夕 壮烈牺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词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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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